还要提醒机车族行经高雄凤山区的光源路和中山东路口 要小心哦 可能暗藏了交通陷阱 道路设有路面边线 往外就算是路间 不过呢 我们看看路间哦 有2.1米这么宽 竟然比2米的机车道还要更宽 再加上其实没有写明相关的字样 常常有民众骑在上面 但是呢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违规了 公路局出面解释 说是为了配合路旁设置停车阁 才会统一宽度 马路上车来车往 但其实这条马路暗藏陷阱 因为画有路面边线 因此另一边就属于路间 乍看都是马路 但其实差很大路面边线外 就算路间现场直击 弃机车占据车道 不少机车开始往右骑 数一数一台两台三台 超过五台机车骑士们纷纷靠右 对于违规浑然不知 有下次违规吗 我不知道啊 要写出啦 就这样骑过来 像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 我们该怎么停 听到自己违规 不少骑士吓一跳 整一路口位在高雄凤山区 光远路及中山东路口 当地车流大 再加上道路上 未设有相关字样 常有民众不慎违规跨越 路面边线道路间 尤其时机测量 机车道两米宽 而路间却有2.1米 近比正常车道还要宽 不太小 应该宽一点 不计说太多 据了解宽15公分的白线 就属路面边线 违规跨越 将吃上600元到1800元罚还 路间有停车隔 所以我们就是统一路间 有2米宽 公路局解释 路间要设置停车隔 所以放宽宽度 只是没明确标示下 民众出门 可得小心谨慎 避免掉入马路陷阱 伤了荷包事小 倘若尿城事故 恐怕谁也不乐见 记者陈渝王超群高雄采访报道